说起谢娜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 出生于四川德阳 因主持一档综艺 快乐大本营而走红 疯癫式的南长主持风格 深得观众喜爱 并且她在湖南卫视的迪维亚 是不可小觑的 主持功力也是一顶一的好 除此之外 她总是能在很多大家比较尴尬的时候 想出一些旧场的点来 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所以也被称为太阳女神 并且也是成为了首位粉丝破译的女星 谢娜出道多年 她很少有绯闻 而且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一步一个脚印 得闯到了湖南卫视 综艺一解的位置 以主持人身份 走进观众视野的谢娜 在多不大手笔制作的电影 电视剧及经典话剧中 挑起了大梁出演女主角 她先后参演了 《暗恋桃花园》 娜娜的《玫瑰战争》 《快乐到家》 《孝公镇武林》 一双绣花鞋等影片 谢娜的演技 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谢娜就在前段时间还参加了 我就是演员 这档节目请来的 都是如今 演艺界非常出色的演员 都是实力派 而观众们看到他们 在舞台上标系 那是如此过瘾 在当时谢娜挑战了 《芳华》 《选段》 她并不是主角 可是演技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谢娜饰演的舞蹈老师 深情并茂 情到浓时 她还流着泪说台词 充满理想与激情的演艺 引得众人热泪盈眶 随后谢娜说到 其实自己在演艺的时候 也有点担忧 害怕自己会拖垮这一组 看来谢娜 也是知道自己 在演艺陕并不是特别的出色 害怕自己演不好 影响了学员的晋级 听到谢娜这话 沈腾不老实了 直接补刀 不用担心了 你还是做的 确实把这个组给退垮了 沈腾的嘴厉害 但谢娜也是不吃素的 果断回怼 就是因为我身边太多这样的人 所以我都看不清楚我自己了 二人在台上一唱一喝的调侃 迅速调节了场上的气氛 有效缓解了演员们 刚才表演过 芳华后的悲伤情绪 了解谢娜的人都知道 她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除了在自己的主线事业上 有很大的成就 人家在话剧上 也是有一番作为的 早些年的一些影视剧 也能看到她的身影 之所以没活起来 也是因为在主持这个领域 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吧 众所周知 张子怡与谢娜 两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在 我就是演员 这个节目中 张子怡就故意逗谢娜 问她怎么来到她的节目了 有人知道吗 不料 谢娜的回答也是十分搞笑了 只见她表示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不得不说 谢娜的情商超高 不但化解了送命题 还把现场的所有人都给引得 哈哈大笑起来 真是一个快乐的主持人 如今的谢娜 不仅事业上越来越棒 在圈中也有许多的好友 人气更是不低 而且还拥有着一个 幸福美满的好家庭 有一个英俊帅气的丈夫 把她每天当作 宝贝一样的看待 还有三个温暖的小棉袄 和她一起作伴 现在的她 不知道 有多少人羡慕 最后也祝愿她们五口之家 能够幸幸福福 快快乐乐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